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12题 他说有三个家长 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聊天发现 三个人都各有两个小孩 而且都分别就读四年级跟二年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选项一 他说考虑长幼与性别 三个家庭的小孩共有12种可能的情形 第一个选项是错的 因为考虑长幼与性别 每家会有四种可能的情形 分别是兄弟姐妹兄妹姐弟 由惩法原理我们知道应该有四个三次方 也就是64种可能的情形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选项 他说三个家庭都恰有一个男生的几率 等于都恰有一个女生的几率 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个家庭恰有一个男生 会有两种情形 就是兄妹和姐弟 所以三个家庭都恰有一个男生 会有二乘二乘二这八种情形 而我们刚才也算出来 所有的情形有64种 因此三个家庭都恰有一个男生的几率 会等于六十四分之八 约分后会等于八分之一 另外每个家庭恰有一个女生的情形 也是兄妹跟姐弟这两种 所以三个家庭都恰有一个女生的几率 也是八分之一 所以第二个选项正确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选项 他说至少有一个家庭 是两个男生的几率为八分之七 要计算这个几率 我们用一来减掉三个家庭 都不是两个男生的几率 现在我们先来算 三个家庭都不是两个男生的几率 一开始我们有提到 一个家庭有两个小孩 有兄弟姐妹兄妹姐弟这四种情形 而两个都是男生的情形 就是兄弟 所以我们把它去掉 因此每个家庭都不是两个男生 有姐妹兄妹姐弟这三种情形 所以他的几率会等于六十四分之三 乘三 等于六十四分之二十七 现在我们再用一来减掉六十四分之二十七 可以得到六十四分之三十七 这就是至少有一个家庭 是两个男生的几率 现在我们看第四个选项 他说三个家庭中独四年级的小孩 都是女生的几率为八分之一 独四年级的小孩代表的就是比较年长的 又是女生 所以年长的都是姐姐 那会有两种情形 分别是姐弟跟姐妹这两种情形 所以三个家庭都是姐弟或姐妹 就有二乘二乘二八种情形 那分母一样是六十四 这样子我们算出来会等于八分之一 所以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 最后我们看第五个选项 他说已知三个家庭中独四年级的小孩都是女生 则三个家庭的小孩都是女生的几率为八分之一 这是条件几率 这个条件几率分母要放的是三个家庭中独四年级的小孩都是女生的几率 这个几率就是我们刚才选项四算出来的八分之一 而分子要放的是三个家庭的小孩都是女生的几率 每个家庭的两个小孩都是女生 就只有姐妹这种情形 所以三个家庭的小孩都是女生的几率就是 六十四分之一乘一乘一 算出来是六十四分之一 现在选项四的八分之一当分母 而刚才算出来的六十四分之一当分子 这样子算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它会等于八分之一 因此第五个选项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要选二四五 就认为两个人来说十四分之一 分之一 大分之一 我们下集了整个电视频 中文字幕nya 解决定的文字幕 我们下集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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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き时when人听中文字幕